西伯来书第五章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狮迷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 唯要蒙神所照 像亚伦一样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的那一位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神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称他为大祭司 论到麦基喜德 我们有好些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